很深奧、很玄妙 我看到這個浮出來說 噢 啪就進去了 哇裡面有真的一個大佛像 它在結結結 它在結結 我的這個憤怒呢 它其實是一個無常變化的東西 所以它會生也會練 跨那個佛傳的話 就是我那時候開始想說 在北印度這樣旅行了以後 我感覺到那個 就是以前把那個佛法 讀那個經啊 都覺得很深奧、很玄妙 然後到了印度以後 走到那個佛陀的那個路上 就覺得哎呀 當年他們就是刺著腳 走在這樣的一個土地上 然後那樣的樹林 那樣的那個早上黃昏 早上黃昏的那種日出日落 都特別的那個有感覺 真的是那個好像可以 藉著這個自然啊 來真正地親近這個 所謂的一個古代的一個老式 佛陀去世了以後 整個整整五百年 沒有為佛陀造相 可能是佛陀說的 因為你一造相的話 很快就變成神 可是佛陀並不要變成神 所以在阿裕王時代 現在留下來差不多 紀元以前三世紀的 那些古老的那些寺廟裡面 一種佛塔裡面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圖畫 好像連環圖一樣 該出現的 它用那個座位 或者一棵菩提樹 或者是地上的腳印 代表說佛陀在這個位置 其他的東西 通通都是真實的表現 可是佛陀出現的地方 他們一概是空的 可是這件事情 經過了五百年 終於開始 就在紀元初期的時候 開始造型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 就是我是學美術的 我在想說 一個人他已經去世五百年 已經去世五百年 已經去世五百年 你怎麼樣 他是一個偉大的老師 你作為一個藝術家 或者是一個民間藝人 他怎麼樣來表現說 這個就是佛陀 那所以我就來到跟那個 就是收這個古董的這個朋友 一起就自助旅行 就進到中印度的那個 埃加爾塔 十多年前 將近二十年前去的時候 那個洞庫啊 只是一個古老的 那個被發現的一個古蹟而已 那那個地方 其實就是整個亞洲的 所有佛教洞庫的 所有佛教洞庫的一個祖宗 那那個亞洲教洞 將來你們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去 現在已經維修了 我已經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已經維修好了 而且裡面都打燈了 都有一些 都維修了 那我們去的那個時候 就是我心裡 懷著很大的一個念頭 就是想要看到 最古老紀元初期的那個佛像 是怎麼樣 一下子把這個佛像 能夠做出來的 那我們走進去 裡面黑麻麻的 印度的這個老先生 看到觀光客來了 他就來了起身 他就拿了一個鏡子 一個方的鏡子 是他準備好的 然後他就 因為沒有燈光嘛 所以他就拿那個鏡子 對那個日光 對那個陽光 然後那個光找到了以後 那個光就這樣射進去 就那個射得很遠的光 好像那個舞台探照燈一樣 就進去了 裡面有真的一個大火像 然後那個大火像出現的時候 那個印度人就開始 幫幫著我們解釋 佛陀去世五百年了 藝術家造出了這樣的影像 然後那個印度人跟我講說 他在解 解 解 他在解 解 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一個moment 就是他在解 解 而這個結在手上是沒有的 一個看不見的結 我覺得這個很偉大 這是一個 你看 這就美術來講 當他這樣動的時候 這個手好像花朵一樣 因為每一個手指的方向都不一樣 他才做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解結 而這個結是看不見的 從紀元前一直到紀元後 所有的偉人 做雕像的話 他的眼神一定是很往外看 就是很明亮 往外看 就是那個 是要有精神 可是這是第一個 他的眼神是蠢式 那他 看不見的這個結在哪裡呢 是從你整個的身心浮起來的附近 然後 你看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整個的形狀 他整個的形狀 是一個三角形 這是一個金字塔的形狀 那金字塔的形狀是什麼呢 代表在那個沙漠裡面 它是一個永恆的穩定 這個定是一個生命的革命 就是說我們這一輩子 都是被這個心念呢 推得團團轉了 你心裡有種種的感覺跟感受 跟情緒 所以你就被這推著 很多人一輩子一百年 他一直推到最後 他不能動 可是這是一個革命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在生命裡面 你找到一個 欸 我定下來 有定就會有會觀 你就會 而這個觀呢 不像其他的所有的表現 是看外面的 比如說 我覺得那個狗 好討厭他一叫我 是氣得不得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都是那個狗 可是狗的叫聲很難聽 憤怒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你跟他合成的 因為狗叫很難聽 可是你的憤怒是你自己要負責 你為什麼會起成這樣 你要負責 所以你看 那個佛陀開始說 欸 定 你要看什麼呢 他不是看外面 而是说他看他自己的内观 我在看我自己内在的问题 这个内观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革命 就是我这辈子决定 不再被这个情感跟情绪 这样推着团团转 而我要看清楚了 我看到这个浮出来的时候 一个容易生气的一个心结就浮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当你因为你是稳定的 所以你就开始说 这个愤怒出现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 合理的去想这个问题 我的这个愤怒呢 它其实是一个无常变化的东西 所以它会生也会灭 那然后你当你随着他生灭的时候 你因为你不跟着他动 不跟着他动 所以呢你会顺着他 你就好像可以把它解开